NCC有新任的委員人士遭到藍白封殺 NCC表示 如果新任委員没有办法顺利提名通过的话 到时候人数不足 就会延宕iPhone 16 iPhone 17的业务审查 让他们没办法上市 这一番话呢 遭到在野党炮轰 这根本是在欺骗百姓 NCC现在拿iPhone来当挡箭牌 真的是笑死人了 安英文先任前最后一刻 继续紧抓NCC人士 提名四位委员但是遭到在野党封杀 NCC表示 四位委员7月底协认之前 如果没有完成补提名 只剩三位委员 将会影响未来iPhone 16 17的审查作业 让新iPhone无法上市 此话一说各界哗然 新手机审查根本都是分组审查 那么对于委员会来讲 它是一个过场的形式 根本不会影响新手机的上市 竟然是拿iPhone新手机 来作为它的护身符 NCC有脸拿iPhone来勤勒国民吗 NCC的发言真的不要 继续秀下线 网友嘲讽 所以NCC委员现在把自己绑定手机是吧 不给你当我就没iPhone用吗 难道以前没NCC的时候 大家就买不到iPhone 实在笑死人了 这些是行政作业跟委员一点关联性都没有 并非是委员重要审查的业务 连这个也要骗台湾人民 因为他们已经找不出理由 而用这种内行人去骗外行人的这些话 在野党说江下台的蔡英文不该一把抓NCC人士 应该留待赖政府上任之后再去提名 赖清德政府上任应该在由卓龙泰行政院长负责任的态度提出名单来立法院 这才是责任政治 日内有关台记录的蔡英文 如今连提名NCC委员都要扯上iPhone 外政府没过几天就要走马上任 就不知道蔡政府赶着提名到底在急什么 接着杨洁陈珍台北报道 好 今天要跟我们进行这个时事评论 来跟我们视讯的呢 是国民党的立委张家俊 委员武安 哈喽 武安 好 委员我们来请教一下 因为刚刚呢看到我们的新闻有讲到 就是NCC现在居然说 这个人事案一旦不通过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最后iPhone16 iPhone17的上架 这一番话也让大家真的瞠目结舌 还有民众党的立委 林郭成好像接到爆料说 有很多通的电话打给他 说只要是翁伯宗当上了NCC的主委 就会把进电视相关的资料给交出来 那不晓得委员你觉得 这到底是官说 还是说有在威胁立委呢 基本上我昨天看到这一则新闻 我真的是提笑皆非 像我之前所讲的 NCC目前是一个既不独立 也不独立的一个机构 那现在更秀出无下限 用这个iPhone来威胁立法院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NCC的委员是由行政院提名 立法院同意 那现任的副主委翁伯中 他不但是提名人之一 更是被提名为主委 所以呢他本身还出来讲说 如果不通过这个提名呢 就会导致民众买不到iPhone 这根本就是刻意煽动社会 来力挺自己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那当然 其实这个NCC的名单既然 需要立法院同意 其实就必须尊重立法院的同意权 那过去的NCC因为一党独大 而是超然的这个立场 所以包括很多争议 包括中式的这个财阀案败诉 中加的财阀案争议 甚至进电视的这个怡云 如今正是要拨乱反正的时候 应该以这种不尊重体制的方式 要求立法院 这样的主张 所以我觉得 昨天这样子是很不可取 甚至让NCC 就是沦为 就是等于是 这是什么 通讯航 像美国的FCC 它现在紧罗密集的是 紧罗密鼓的是在关心 这个卫星手机的发展 那结果我们 在关心苹果手机的发行 不仅失去了它的独立性 然后超然中立 甚至它的专业 甘愿只为一个政党服务 也把自己做小了 变成一个手机销售中心 那么NCC 还有没有存在的影响 我觉得值得大家看到 是 这个我们讯号可能有点不稳 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刚刚那个委员讲到了 NCC现在好像变成是 iPhone的一个 经销商也好 或者说是最大的一个通讯行 居然用这种方式 在勤勒果迷 那我们刚刚想要问的就是 因为现在还爆出 喬人士吗 就是说有委员接到了电话 就是说如果是温伯宗当上了主委 就会把禁电室的资料给交出来 这是不是另类的官说 还是说有在威胁呢 基本上我觉得温伯宗 他可能也是急了 因为呢 现在的法令 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的提名人 现任就会一直做 所以他可能一直也想急着通过 他可以取代现任的主委 所以他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招数都用出来了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变成主委 好可能呢 我们的讯号真的不太的 这个连接的上 那希望呢 下次有机会 可以多一点点时间 再来请教委员 好不好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 好刚刚分析到了 其实呢 NCC现在呢 这个新的人事案 那目前呢 四位的委员 名单当然现在是被蓝白给挡下来了 可是NCC 这个准提名人 主委呢 这个温伯宗他居然说 只要这个人事案没过关 未来就影响到 iPhone16 17的上架 有这样子在勤勒 百姓勒果迷的吗 好来看到 NCC人事权的同意案 被提名为下一届主委人选的 NCC副主委温伯宗呢 昨天表示 如果立法院不同意任命 那么iPhone16 iPhone17 可能无法上市 前立委郑立文就爆料说 翁伯宗呢 被提名的重大丑闻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他是现任的副主委 然后他为什么已经是变成是内定的主委 这中间爆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丑闻 这个丑闻就是 原本郑立军所推荐的人选 被换了下来 被硬生生的换掉了 为什么换掉 因为某媒体大亨 长期挺绿的绿媒媒体大亨有意见 那这不是丑闻这是什么 NCC是要监督 是要独立超然的 监督谁 监督这位媒体大亨 结果这个媒体大亨说 你要换的新主委 我不喜欢 你得换我喜欢的 我才点头 所以你觉得呢 你觉得是民意大呢 还是国会大呢 都不是 是媒体 绿媒媒体大亨最大 所以赖清德居然就退了 赖清德居然就怂了 就退让了 就答应好换人 好第一个 他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丑闻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认为他当了主委之后 他敢去监督这个大亨吗 他敢监督他们家的媒体吗 当然不敢 他根本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了 他能升官完全是因为他 那这种人 怎么能够继续当NCC的委员 还想当主委 然后现在呢 当这个在野党霸审 居然你想想看 他的反应是什么 立刻情绪勒索 说那这样子iPhone 新的这个17 18通不过了 16 17 16 17通不过 我帮他升级了 16 17通不过了 那是怎么了 你拿了iPhone多少钱啊 请问这位主委 你是在台湾iPhone经销商吗 所以你今天上任的最重要 你念资在资的 是赶快通过iPhone吗 那怎么能给你省呢 再加上用这样的理由 简直就是 绝对不可以让这种人 继续留在NCC吗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